此事当真 就在父皇赵老四进宫那晚我去过了 你个贱人 本皇子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明日秋冽你可会去 去 本皇子就等着看他好戏 平白无故的 为何这般伤呢 他那日敢说毁他清白的人 必要信 就他的话来看 他是把我当作毁他清白的人了 我看果色天香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宫里那帮侍卫 还有那个杀手 这里头一定有秘密 不如将计就计 我没兴趣 我只想知道楚天歌 到底来做什么 大周皇帝 即使为了大周秋冽助威 除了竞选要王妃一位之外 我愿再加一筹码 筹码 如何说呢 如果我输了 我就亲自回西楚 率一万良居相赠 如果子晴输了 你要什么 呢 他的双手 什么 要王 怎么 不敢 拿武器之手为筹码 本王不会做 那他还有什么筹码呢 王爷 这是臣妾同长公主的鄙视 筹码自当是臣妾之物 臣妾愿意以双手为筹码 同长公主赌上一局 为大周秋冽助威 掌公主 既你主动添一筹码 那子晴 也想再添一筹码 不知道掌公主 敢不敢接 尽管说 天下没有本公主 接不了之事 如果子晴输了 子晴这双腿也给你 可笑 你的双腿支几个同伴 本公主要你的双腿做事 那掌公主刚刚要我双手 岂不更可笑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西楚之君 退出我大周幽云三界之地 怎么 翔王爷不敢